享受竞技热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小苍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期 英雄联盟里战斗的故事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武杀 这场呢,现在看上去云淡风轻 但是接下来蓝队一波推倒 紫罪小丑待见,自然防守 很多时候总喜欢卖弄自己风骚的走位 你懂的 蓝队此时欲擒故纵 船长一发手枪,大师大开心网 找心突进大招挑开 接上三百区戳起船长 蓝波跟上技能 吸血鬼开启加速追击 杰拉和探险家中了吸血鬼的大招 吸血鬼继续追击轻轻的一口 大招双杀 顺路又收到船长 一大师背队有击杀 最后生生来迟的小丑 让吸血鬼完成了一次四杀 直队被团灭 又丢掉大龙 所以接下来选择投降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走位一定要谨慎 对方虎视眈眈 就等待着你的失误呢 看一下战局 蓝队落后九个人头 猜猜这次四杀的主角是谁呢 机器人深入敌阵 潘森赶来支援 此队阿木木闪现大招 大众三人 最终机器人和潘森 被追击致死 黑天堂王 他要到拉克斯身边突袭 拉克斯交道闪现逃走 前方蓝队 只剩下承接之剑 他要以一敌三吗 他只能倾尽全力的 对敌人造成输出 无奈之王 好的 主角发威了 螳螂先是杀掉 和他一路纠缠的宝石 刷新跳远 下一个是采取的拉克斯 一套带走 再是阿木木 最后取蓝波 草莓飞电螳螂收割 完成四杀 对游戏身功不可没 深深蓝痴的探险家 这是五威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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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蓝队的肾 早就已经掉线了 很多时候 让对方刷屏 是源于走位的失误 一归失误的走位 就很容易引发失败的团战 看看这场 紫队现在具有一定优势 他们的寡妇尚在复活当中 此时完全不应该交战 但是紫队又想进行 风骚的骚扰 散人恋恋不舍 蓝枪侧面突袭 螳螂跳跃W减速 紫队被黏住了 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螳螂突进对方拟紧 纵然拟紧的装备好到爆 但是没有办法输出 反观蓝队的蓝枪 没有寡妇输出相当开心 先是突进的蜘蛛 然后边打边退 红buff减速 保持距离 保持自己的输出 此时三叉蓝湿的情侣 亮了赶来大招 好的放空了 但是她吸引了女警的输出 让蓝枪杀掉大虫子之后 杀死女警 完成三杀 最终在小妖龄的帮助之下 成功四杀 最后的寡妇 来成就我的五杀吧 但是芒森怂了 没有继续的扛塔 就这样错过了 貌似还有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是属于其他人的 螳螂完成了团面 寡妇最终是寒恨阵亡 没有等我 蓝队成功 团灭对方 还是那句话 失误的走位 就是失败团战的元凶 而很多情况下 就是因为浪 看一下南枪的装备 明显红杀穿甲攻复活甲 让着自己有复活异过去了 小羽人扎着些不回头大招 瞬间打掉南枪复活甲 然后小羽人跑到一边 守着南枪 南枪复活之后 小羽人上去一套技能 射灵击下 南枪没有打出任何叔叔 就这样死掉了 暂停猜猜看 小羽人在哪 你找到了吗 小羽人团战有一个优势就是 有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他 因为他的被动 无视不上底气 然后个头又回晓 接下来杀到南枪 蜘蛛贾克斯 接近卡牌 完成刺杀 那个错过的武杀小丑呢 带现去了 大好局面就这样 因为南枪放松了 嗯 不过 精彩还在继续哦 绝对五人 拆上高地 他们的目标就是一波流了 高地塔破掉 然后是高地水晶 小丑也看着要背不住了 必须回城 接下来是老家了 看这一波 蓝队众人呢 还有几秒复活 拆拆拆拆拆 其实小丑终于赶来 下掉赵姓 只对所有人 疯狂A老家 蓝队众人纷纷复活 赶快杀人 小丑人 孟严 女警 接连被杀 请你死掉了 临死千 最后一击 终于拆掉了 这场团战呢 双方势均力敌 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小龙之战 子队人不齐 遭遇到蓝队的大部队 下人受到追击 逃亡路上 卡牌飞大 传到前方 太险家大招 此时子队三人残险 双方的赵姓 也正网了 此时局面非常不利 但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贾克斯和太拉挂一样 然对所有的人都完全无视他 只看到那个三个残血的单位吗 让他疯狂的输出 他就像 隐身于敌人的视野中一样 完全没有人理他 当然和南枪的W也有关系 刺杀 不知不觉 已经四人丧名武器大师之手 这是比武杀最近的一次了 来吧 武杀 三小换掉南枪 南枪的一发 好吧 谢谢大家收看 那些年 我们错过的武杀 最后小广告时间 支持小仓的朋友 可以来我的淘宝小店里看看 现在是三环罐的活动当中 全场抱有 买就送 客家不担 年前的最后活动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